高雄有消費者去聯作賣場買這兩套 特別過期的這個牛宿牌 結果吃了壞肚子 前衛發現說是貴重減 這個消費者去換這個會的時候 店家跟會員說這個特別過期的東西 本來就有可能派去 現在這個新郊已經派人去騎乘 你買的這塊 它是算是極其品 但是也還沒到時間 29號晚上6點半左右 他在聯作賣場買了兩套極其品五百 沒有三點前把其中一台 賺到全世界吃下去 所以開始疲憶 醫生很短是等於暗 讓他懷疑跟牛肉有關 打幾另外一顆 噴到有味 情侯換火 發現換回來的肉 有更有怪味 非常想起 來搗塞到臺灣消博會 他回答我極其品 但是那他擺上去幹嘛 極其品就會有問題 那的話你就不應該擺上去 臺灣消博會表示 極其品雖然比較小 但放去你買也頂動肉還可以吃 不應該說極其品有可能派去 動作是他們的公款 應該檢視規定當中 都會出問題 不應該對事安這麼輕鬆 要這麼說 保重有住民肉 有可能有生味 港幣的產品 沒有這麼多其他的導賞 消費者如果有疑慮 可以退換火 你在那邊買牛肉 要怎麼靠冷靠清 總共也建議 先看肉的外觀 較小的牛肉 色水較暗 另外如果是牛肉的表面 已經有牽絲 也有可能已經變質 味道有不好的氣味產生 那可能肉就不新鮮了 這是第一個點 那第二點我們可以用手 來摸這個牛肉 看這個彈性好不好 齊富貴也已經派人去掛找 消博官就是提醒 吃到沒有乾淨的東西 要隨時去看醫生 才能夠了解雙品到淨頭的營客關係 存的東西也要保存 能夠減減 大家吃 如果沒有共識 能夠來進行 記者 王劉天丹 憲坤 報道